这个就是说柯文哲讲的 备战不足以避战 缓和也不足以避战 你唯有谈判才能够避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臣张有花 现在台湾选举 已经很少谈论到台湾内部的某一些问题 但是现在的重点就是在于 备战两个字 民进党他讲的两岸关系 备战与避战 那侯友宜讲两岸关系应该讲 是和缓与避战 那柯文哲不是这样子想 柯文哲就是直接挑明 民进党的两岸关系 就是说柯文哲现在已经用嗅觉 敏锐的察觉到 无论是备战或者是避战 大家听得都烦了 那他大家都听得都烦了 他要出骑兵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针对两岸政策 做一个颠覆性的说法 这是柯文哲现在主打的旋律 那柯文哲他到台中 好6月28号还是27号 他到了台中 各位晓不晓得他有一个意外的行程 这个行程就是去看前陆委会主委 赖信源 因为赖信源的母亲过世 那柯文哲以拜访为名 见了赖信源 就是谈到了服贸 就是服贸的问题 还有ECFA的问题 赖信源也跟他讲到 过去讲到这一段的过程 毕竟赖信源他担任将近四年 入委会的主委 那很多问题都是他在处理 那他在处理的整个过程当中 那他当然知道 好服贸贸贸跟ECFA的关系 所以呢 他现在就建议 干脆正本清援 就是说你民进党认为 你重启服贸谈判 是侵害台湾主权的话 那他建议柯文哲 就干脆把ECFA废掉 就是看民进党 能不能承受 这个就是釜底抽薪之计 那换句话说 现在柯文哲为什么会吸睛 眼睛的睛 他为什么他会吸睛 真正的原因 他就是讲到了民进党的痛处 截至目前为止 民进党的大陆政策 是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 不再跟中国大陆有所交流 那甚至于相关的交流 好相关的交流 都要有所限说 好比说 先设宫 跟甘肃天水 就是参拜福西 好参拜福西 陆委会现在说要查 这是中国大陆的统战 他要查 他这么一查的话 他就等于是得罪的宫庙系统 那甚至于你很多 像包含你马祖 好台湾有很多的马祖庙 都要到 梅州的天后宫 大陆梅州 东山岛就是大陆梅州 去参拜 那换句话说 回来以后 陆委会也说他要查 那第三个 对于开放路客 观光路径的问题 现在也在献说 那第四个 好 第四个 攸关台湾经济利益 包含ECFA 十年期限已到 那中国大陆 他要怎么成立 那大家都很关注 你尤其是工商业界 非常的关注 那第五个 就是说 如果有福贸货贸 ECFA跟两岸的 经贸交流的话 柯文哲认为 这才是必战之道 这跟台湾有没有主权 那是完全无关 就是民进党 那显然就是因为 这五项限缩 而导致了台湾出口 接连十黑 九黑到十黑 那从这一点 柯文哲就抓到了 民进党的命脉 柯文哲现在已经讲得 非常的清楚 他跟连信源 他谈完了以后 他就借用 你的连信源 跟中国大陆处理 两岸相关的事务 他就提出了 如果不要福贸 也不要货贸 如果都不想重启谈判 那你就把ECFAFA 依照民进党 现在在党政方面 一把抓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把ECFAFA 主动废掉 他现在就逼着 民进党出招 所以这个柯文哲的 两岸政策 他虽然他没有提出 自己的见解 可是他真完完全全 针对民进党的 命脉而来 这个就是说 柯文哲讲的 备战不足以避战 缓和也不足以避战 你唯有谈判 才能够避战 就是误判情势 所以我们现在讲 柯文哲的两岸政策 讲的难听一点 他会用老百姓 都听得懂的语言 去把它说出来 不像民进党是强硬的 去踢铁板 头去撞墙 那国民党呢 讲来讲去 还是九二不死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三个人 三个候选人 你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现在的讲话 越来越麻辣 你尤其针对两岸政策 讲的越来越高抗 那最后 他是逼民进党 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那民进党怎么因应 现在就赖清德 他来说的话 他显然是在规避问题 因为有些事 不是他能够主导 那其次 就是柯文哲 就是说他要开放路深 他要开放观光客 他要开放大陆客 自由行等等这些 都是符合现实台湾的利益 就是说为了意识形态 你不要赚这些钱 那过去非常强烈反对 这一些的 像包含黄国昌 包含馆长 陈志涵他们等等那些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们在7月16号 就要在台道举行游行 换句话说 柯文哲的备战策略 就是说两岸要应该更开放 然后你开放的结果才能够避战 这一套逻辑 大家通通听得懂 那不像国民党嘖嘖掩掩 不像民进党 头老用那个头去撞墙 或者去踢铁板 来应付中国大陆的压力 所以柯文哲的声量高 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现在也慢慢的 在掌握选战的节奏 如果国民党再不急起直追的话 节奏一旦让柯文哲掌握的话 那他在10月份以后 一定操作气宝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看 台湾的选举 两岸的议题 经济的发展 那更重要的是 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发展 真的正如同柯文哲讲的 虽然不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但是至少是B站的选择